欢迎收看大家 谢谢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叶斯敏 今天网路读播反等时间 我们邀请到的是方安格Ross 大家好 好Ross来 我们今天其实要谈两个议题 第一个是跟中俄的合作有关系 现在中俄的合作上面 根据美国的讲法示警 说中俄现在军事合作已经迫及到了台海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关心说 这是来自于美国国家情报的总监海恩斯 他特别示警说 他们来进行联合的军演 都是和台湾有关系的 所以现在五角大厦说是已经开始调整印太的部队 然后纳入了这个中俄的两线作战的一个想定 我们想要来请教Ross 是第一个 如果台海发生冲突 俄罗斯真的会牵制在这当中吗 其实正片今天已经有聊到一些 有专家认为是说 俄罗斯不可能会真的出兵 但是会牵制 不知道Ross你怎么看 然后另外也想问说 什么叫做牵制 这个动作是什么意思 在台湾真的有可能变成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起点吗 希望不会有第三个世界大战 对 那万一两岸发生冲突的话 我不认为俄罗斯会排兵 反正中国也不需要这种帮助 中国的不管是海军人力等等都已经应该是足够的吧 当然希望两岸也不会发生冲突 但是不能排除在同一段时间 俄罗斯不管是在日本北部附近的或南海的东部的海上 俄罗斯会排他的海军做演习 或比较多的动作 这样的话 美国也是不能完全百分之百 在台湾海下 还是要把一点点的资源 没有再处理韩国或日本 毕竟美国跟韩国日本都有防御协定条约 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排除俄罗斯会直接排兵到台湾海下 不会 这个应该不会 但是还是会有他的军事动作 也是会对中国来讲也是很大的帮助 你意思说他的军事动作比较是干扰 当然了 在韩国和日本附近 对 日韩附近 东北亚那边 对 没错 就只有海上吗 还是会有其他的动作 空中呢 空中 海上跟空中 同步一起 同步都会有 要看在那个时候 俄罗斯的西部就是靠近欧洲那边 在当时会有什么样的冲突 比如说到时候乌克兰战争还没结束的时候 所以资源会有限 对 但是如果到时候俄罗斯没有在别的地方在打仗的时候的话 那他的资源就可以投入在东北亚 OK 但他现在应该是不可能啦 现在这么忙 俄罗斯自己都忙不完的 他现在目前中国也没有打算打过来 幸好希望可以维持不要打过来 你怎么看这个美国的情资 他认为说中俄在这边举行联合军演这件事情 美国的情报单位很多时候他们的预期不是完全对的 你说他们的什么 他们的预期 预期不是完全对的 是故意不对还是真的不对 应该是真的不对吧 是真的不对 评报有错 怎么说啊 所以很多人会说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这个名称本来就是矛盾 因为没有所谓的Intelligence 没有 没有Intelligence 对 很多人会这样讲 对 但是我们过去几年 已经有看到几次俄罗斯跟中国有联合的军事演习 所以将来再次会有的话 我们不会认为意外 虽然俄罗斯是忙着包含他的军事资源 忙着打乌克兰战争了 但是还是会有一点点的资源可以投入在军事 联合军事演习 跟中国在东北亚的联合军事演习 所以不排除真的会有 好 谢谢 那我们来谈谈第二个问题 就是我们今天想要来聊的另外一个话题 俄罗斯他现在在全球 他想要扩张 但我们知道他往西跟南现在扩张都受阻 往西的部分当然是因为现在北约国家 现在也一起来相抗衡 所以他想要往北部跟东 就是往中国大陆 还有这个北冰洋这个地区来持续的扩张 所以就是望远这个东部跟北部的地区 北部我们今天就要来关心的 就是这个北冰洋的部分 目前这个俄罗斯在北冰洋的开发 还有军事部署上 到底我们很好奇已经到哪一个进度了 因为现在中国大陆其实也想要一起来加入开发北冰洋 那美国的部分早就已经很紧张了 就开始要出手反制 那今天也会请教Rus是说 近年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的部分升级他的北部司令 北美防空司令部之外 据传还组建了一个叫做极地部队 要抗衡俄罗斯在北极的控制 等一下来请教Rus这个进度 那先来看到说目前在北冰洋的开发 还有军事部署上俄罗斯到底已经到哪里了 我们先来请教Rus 我先看了看几张这个图 这个是北冰洋的一些照片 是俄罗斯他现在非常非常积极开发的 然后运送石油或者是航运 或者是一些军事上面的部署 可燃冰他们现在正在找等等都在做部署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其实呢 北冰洋在这 因为地球是圆的 所以北冰洋其实在这里 然后呢俄罗斯跟美国的阿拉斯加 其实就是在这个北冰洋的旁边这一大块 就是这两个国家 然后这边还通过了一个白令海峡 整个地球是圆的 我们要这样子来看 好先请教Rus您如何看现在俄罗斯的进度 为什么让美国这么的担心 我再补充对不起 我再补充一个东西 因为这个北冰洋它的这个冰覆盖非常的深 然后呢我们看到它70%都是由冰来盖住的 所以我读到的资料是说 核潜舰如果在这个里面偷偷的部署的话 他们的这个是没有办法透过一些侦测啊 或者是卫星的侦测来去侦测到 所以大家都非常的重视这一块地区的战略位置 嗯的确是有战略的重要性 而且因为气候变迁就越来越重要 因为不像以前那么难通过那边 所以很多国家开始投入 越来越多资源在北极或北冰洋 这块地区啊 包含美国 俄罗斯 中国 加拿大等等国家 那中国可以说有很多资源 中国越来越有势力 它有很多资源可以投入 那看看俄罗斯有没有意愿跟中国在北冰洋和北极合作 其实我认为这个地方是比这两国是以自己的利益为主 所以他们真的能够在那边合作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大的一个问号 嗯嗯嗯 我不排除是只有一点点的合作 但是不像现在俄罗斯跟中国合作都非常丰富 尤其是在能源这边或马尾 但是会不会真的在北极或北冰洋合作 我真的是有质疑啊 因为我认为中国的要求是会让俄罗斯有点怕 就是中国想在北极当独大 老大 对 那当然美国也有意见 不希望中国在那边就是控制这个海上的通行了 那美国也是 呃 还有加拿大 加拿大也认为他自己在那边就要半年加上 但是加拿大的资源有限 嗯 没有美国那么多啊 所以将来就像乐曲 乐曲一模一样 就是将来几年是一个正义点 不管是北极或乐曲 因为中国也有在乐曲有他的打算 对不对 所以而且俄罗斯就像北极一样 在乐曲俄罗斯跟中国有小型的合作 但是真的会合作的到百分之百是不可能的 因为每个国家都会为了自己的意义才会进行啊 嗯 但是不管是短期或长期之内 呃 北极的确会变成一个一个 competition place 嗯 嗯 对这些大国来说是非常 就那边的正义性会非常非常多 嗯 刚刚提到Ross提到几个重点国家 美中俄跟加拿大 等一下请教Ross你觉得现在 哪一个国家在北冰洋已经比较有战略的地位 那我先来补充几个在军事上面的 俄罗斯其实在2014年就开始成立了这个北极司令部 然后扩大了他在北极地区的一个军事部署 美国的部分看到俄罗斯这样子扩张又很紧张嘛 他也在北大西洋还有北冰洋这边放了这个舰队之外 还部署了在挪威部署了战略轰炸机 然后我刚刚特别提到了美加还有共同成立 美北美防空系统 呃 要来在这边做更现代化的一个改造 那Ross怎么看现在这几个国家 到底谁比较具有在这边具有战略的地位 我我身为一个美国人 我真的会认为中国有有这个战略的优点 为什么呢 嗯 因为造船这方面中国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那要进入北冰洋或北极的话 需要相关的船的能力了 要戒兵了 要需要英文叫做icebreakers 破冰船 破冰船 对 所以中国我相信如果真的要造船的话 尤其是破冰船的话 中国最有能力 那美国很多专家很担心 美国造船的能力已经越来越 越慢 越慢还有有很多限制 没有没有场地也没有人员等等了 所以美国造船的能力真的是令人很担心 尤其是在海军方面 所以跟不上中国造船的速度跟数量了 所以我相信目前可以说中国也是在越区一样 中国在越区也是投入很多资源 很多科技能力 它在几年之内又非常发达非常非常快 所以我会认为除了美国之外 我会担心中国 OK 那你怎么看他 刚刚我们特别提到的 这个美国针对中国的部分反制 升级他的北美防空司令部 还有一个叫基地部队这个东西 嗯 美国的问题是 有没有足够的资源 因为毕竟美国的预算有限制了 而且美国在军方方面 有很多不同的地区都在做紧张 都需要支援 所以美国离不开 我常常说美国是离不开中东 对 不管怎么样 不管多少人说 美国在中东的时间已经快结束的话 对啊 不是都撤出来了 没有 美国还是在巴瑞 还有很多地方还是有部署它的军事能力 甚至沙地阿拉伯已经说很多次 如果沙古地阿拉伯要跟以色列建交的话 沙古地阿拉伯想跟美国签一个防御条约了 那如果真的成型的话 那就是等同美国在沙古地阿拉伯要部署 很多军事资源 那美国也要担心非洲跟南美洲 所以美国是 还有东方啊 所以美国是全球还是会部署它的军事能力 那有多少资源可以投入在越区和北极 这两个将来几年非常重要的地区啊 这要看美国国会愿意 也都是多少预算吧 所以他的最 未来的最大的重点 Ross觉得会是在中东 阿拉伯这个地方 我希望最重要的地方是东方吧 是亚太地区了 但是真的美国真的离不开 我们看最近因为以色列跟哈马斯战争 那耶稿那个Hutis的部队 也是attack很多船了 对 青年运动也是针对很多船 就是因为船要过去那边是非常重要的海峡 对 杭亚 谢谢 那因为很多船要通过那个海岛 那叫什么 青年运动 一直打击这些船 那美国就要在那边部署很多海军资源 所以美国真的离不开中东了 好 今天谢谢Ross来跟我们做这么精彩的分享 今天晚上同样9点钟 我们会有针对乌俄战士 还有在南海地区中非之间的一些禁竹 来做更深入的分析 晚间9点Ross也会一起加入我们 那就晚上见咯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